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坏最糟的示范了 但是呢大家都想要问的是 现行法院当中我们要告诉你是没有任何的法条 可以制衡这样的民意代表 所以呢除非他自己知道要之所进退 否则的话他会一直做到他任期结束 现在说不再参选那么是真的吗 以后他会不会继续在政坛上打滚 没人知道 那么明年要七合一选举了 所以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睁大眼睛来投票 否则又要选出这样子的民意代表 再来后悔也没有人可以叫他下台 好 那么现在备受关注 甚至牵动到2016的这场的明年七合一的选举 我们要关注的当然就是 双北市的选情是最最最到大家的一个要聚焦的地方 因为最具关键的选情就在双北市 我们今天呢有最新的民调数字 待会一起来做深入的分析 团团团关心台湾的发展 现场的四位来宾 先为大家来介绍 我们赶紧来做讨论了 我们今天现场第一位为大家请到的是 我们党籍台北市议员戴希青 国主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今天现在来请到文化大学政研所的所长 杨泰顺老师 大家好 好 再请到的是呢 前面进党立委郭正亮 大家好 好 我们今天现场请到时事评论员是程金兰 大家好 好 我们赶快带大家来看看 那么关于王贵芬所引发的风波 那么今天大家在网友都发起 要连署要他下台的这个时刻 其实呢恐怕力道很薄弱 为什么呢 连罗族相待会也拿他没办法 也赶快看我们的报道 你觉不觉得王贵芬要下台 大白撒恨 我们是小虾迷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讲什么 我们不能讲 上位明代 王贵芬已经失去民意 尽管下跪道歉打出悲情牌 但这一掌打下去也打掉明星 轰他下台声浪逐渐高涨 网友最发信脸书号召 发起活动要王贵芬自动请辞 但他本人却把球丢给卢竹香代表会 他如果他辞职的话 这个地照理是要提出我们地方的资质条理 是要他个人要提出辞职书 不可能他没有送来 我们就决定他辞职 不是这个问题 根据辞职法规定 明代必须主动递交书面报告 香代会才能受理 也许早算准了这一步 王贵芬一天不地辞呈 香代会也拿他没辙 一直到明年的12月24号任期结束 王贵芬可以稳坐明代位置 但如今明院四起 香掌信箱被灌爆 王贵芬若想死守在明代身份 面对的恐怕是舆论压力 还有民众累积的愤怒与不满 记者郭信仰 吴宇轩 根据小组桃源采访报道 好 我们看到这 关于王贵芬 接下来呢 又已经认错了 也愿意道歉 但第一时间他说的是呢 我没有打人 我只是碰到那个护士的N95口罩 让大家真的是完全无法接受 好 那么昨天呢 道歉了好多次 还下跪 但是被辟交了矫情 因为到底是不是具有诚意 但是现在说 这样子的所谓无良民代 其实我们是没有任何法律 可以处置他的 所以赶快先请教杨老师 我们地方自治法相关规定就是如此 所以呢 我们民意代表大家都很有保障 要不被罢免 要不自行请辞 所以做了再烂 待在那个位置上 没有人可以赶他下台 其实就在今天呢 我们立法院也在处理一个事情 就是立法院的这个纪律委员会 宣布他们对这个关缩案的这个调查 说这个柯建民 并没有这个 好像违反这个关缩的这种状况 所以对他不予处分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拿来这个相待会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说 其实这个民意代表机构 他本身他可以做成决议 对于这个他们的成员 不管是委员或者是相待 他在外面如果这个行为有不减 损害到这个相待会整体的这个形象的话 其实相待会可以透过决议 来这个把他这个解除他的这个职务 这是一种方法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这个 乡的这个自治情况 已经没有像往年这么独立 所以还是受到这个县级政府的一个监督 那县级政府其实也可以以这个上级长官的这种 这种角度来说 这个行为是有严重脱续的这种状况 所以要求这个相待会来做一个有效率的这种处置 所以其实途径还是很多 那你毕竟你要当事人自己来请辞的话 那多少伤害到他自己的利益 就理性的个人来讲 那他是不是愿意这样做呢 我想一般也可能就是看能不能傲到最后一分钟 是 对 傲到最后一分钟 不过这样讲的话 这个事情发展到现在 台湾县政府都没有讲话 所以也不关他的事 但是老师您这样分析 其实是是可以再往上去去做 去做一些动作的 但大家现在都避之危恐不及 对 我想大家都是不愿意得罪人 可是我觉得我们台湾社会就是这样 大家这种官官相互 或者是这个阴寻苟且的这种情况 使得我们这个社会风气越来越乱 也没有一些是非的观念 所以我觉得这个 如果说舆论今天已经有这么强烈的一个表达的话 那我觉得上级的机构 包括县政府 包括这个相待会的这个集体 应该对这个事情来做一个表态 杨老师我要抗议一下 如果这样子的话 代议员他们的那个 现在的市议会也有一个议员 叫赖素如议员 当初也引发非常大的反弹 但是他还是一样 在行使他议员的职权 那你要台北市政府 或是更高的内政部出来处理他 是不是可以在议会在行使他职权吗 好像如果要这样通通拿出来看 好像这个行不太通 那我要说的是 他这个事件是完全是让大家瞠目结舌 我必须这样讲 因为相待 民意代表是为民服务 那不是只有为自己服务 可能还要为其他人服务 那那个整个的行为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他暴冲到一种状况 包括马上后来在媒体面前下跪 所有的行为举止 完全都在一种不能想象的 理智的一种暴冲的情况下 那我要说的是 如果用这样的方式 要这个相待下台 然后等而全部台湾 全部来同一个标准来看的话 恐怕很多人 包括他相代表自己谁比谁好 那个东西标准一拉开来 恐怕谁都没有办法讲说 我比你好或是你比我好 在议员里面 在很多民代里面 要用一种所谓的标准 或是道德标准 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所以现在只有用一个法律 最基本的法律的一个标准 否则你要所谓那个自律 你比我好 如果通通摊开那个底来看 恐怕没有看到所谓谁比谁好 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评量 所谓的观观相互也好 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些 有的没有的事情 那都没有办法拿来说 我比你好你比我好 因为这样你必须要那样 所以我认为在现在 台湾社会不太可能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看到没有任何的 制可能力量 要大家自律 但其实我刚刚讲 是从立法院里头 关于这个院长的官说 现在在处理的是柯建民 但是这个问题到现在 大家最后结果 如大家之前所料的 不会有事安 因为自己人 怎么敢去动自己人 更何况柯建民何许人也好 所以从上面到下面 从最高的中央机关的 民意代表机关 一直到基层 大家通通没自己走 所以今天我们当然 在这个时刻要强调说 这个长根这个护士 两个耳光不能这样子白挨 现在唯一能够补救救 就是什么呢 把这个医疗法赶快修一修 把所谓刑责的部分加进去 然后就由法律来制裁 那明代部分法律来制裁 那有了法律 有案在身的时候 职权还是可以继续行使 这是很奇怪一个状态 但是不知道所有的观众朋友 您是选民的话 可不可以接受 但我们现在状态就是如此 所以当明代还挺好的吗 我补充一下 那个立法院有处理过罗浮柱 他打理清了那个案子 那是停权半年 立法院最多只能停权半年 那是最重的 它是最重的 可是就是说他的职权 在那段期间不能行使 可是还是有 他还是当他的立委 他没有立委 他职权不能行使 完全不行 可是还是有领薪水 重点在这 所以他不能咨询 但是还可以选民服务 还是有 对 还有协调 还是有协调 还有协调 敲适的一个能力 对 所以戴议员 所以没人会怕 大家都不用怕 其实大家刚刚举到几个个案 刚好我都有参与到 你说罗浮柱当初 是因为在委员会被录营到 本来他是否认的 完全没事没事 因为后来委员会的录营带公布了 他一路追打 所以压力很大 所以我们刚刚讲 庭权半年 到底是在惩罚他 还是在奖励他 刚刚讲的薪水照理 他不能来开会 不能来参与表决 对他来讲是奖励还是惩罚 所以你说立法委员行为法 里面所规范的 我们纪律委员会 所能够做的对立法委员的惩罚 包括现在各级民意代表机关 我们市议会也好 或地方的这个项目代表大会也好 他们所能够做的 要把它拔掉这个职务 基本上是没有这样的法源授权的 所以你说除非他自己辞职 否则要有选民来发动罢免 坦白讲要发动罢免 有一定的时程跟门槛 对 等到发动罢免完了 即便如愿 大家因为现在民意高张 所以把它罢免了 恐怕离明年的任期到期也不远了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个案 给很多的政治人物 特别是民意代表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惕 就是说坦白讲 我们今天处理很多选民服务 固然每个人有 各自的情绪控管的问题 但是你今天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这个是严重脱续的行为 我觉得选民最不能接受是 你在第一时间的回应 跟在这两天突然又下跪道歉 那个反差太大 就是有点前居后宫 那包括警方的办案态度 跟相关的人员的态度 也是随着民意跟舆论的压力 而逐渐升温 那这个都是台湾一个 非常长久以来二职的现象 就是说不管讲官大学问大 或者说雷声大雨点小 一开始大家都当做没事 等到民意高张 民怨高张的时候 相关主管机关或个人 才开始有所警觉 然后就做一些必要的回应 那都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民怨 没有办法一时半刻消解 所以我觉得就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刚才检讨到 议会本身或立委本身 要做一些什么样机制的调解 像赖斯鲁的个案 他现在被起诉 可是被起诉不代表 未来一定会定罪 所以现在坦白讲 不管是台北市议会的纪律委员会 或甚至相关的法令 你说他要行使 他依法被选民所赋予的职权 坦白讲 我们也没有办法 所以去做任何的限制 所以这个部分 法律上面会有它的盲点 但是最重要的是说 民意代表最重要的就是 每四年接受一次选民的洗礼 我们也希望选民 在每次选举的时候 能够睁大眼睛 看清楚每个民意代表的表现 好 但很怕 这个看完四年之后 完全都忘记 因为选前他会非常来拜托你 行为也表现非常之良好 问证提案也非常认真之多 所以大家在选举投票 收割记得他的印象 就是很好很不错 像这个王贵分还是告诉大家 我不能够请辞 我有愧选民所托付 到底他又帮选民做了什么事 据说这个会期 都没有提任何的案子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事情 其实昨天发展 真的是处于一个 急转直下的一个状态 在昨天三点之前 媒体守候他 他完全不理会 电话也打不通 国民党的 卢族乡党部 做考纪会的处理 他人也不来 但是在中午的时候 出现了这样一个决议 停权一年 那么国民党的 桃园县党部 三点钟再开会 也是同意这样 停权一年的一个处分 然后四点钟之后 他出来了 面对媒体就开始 对这个理性的护士来做道歉了 他也说 那我不会再参选了 我直接来退出国民党了 那但是呢 相代表呢 他就坚持不会请辞 因为他要继续的选民服务 好 那四点半的时候呢 就来到桃检接受约谈了 那么检方的动作 这回又非常非常之快 都还没起诉 约谈的动作很快 但是马上又说 哎呀 你涉及伤害罪呀 十万块钱把你交保 但是呢 限制出海出境 不得再恐吓被害人了 那么接下来 在侦探宁结束之后 面对媒体他就给你哭 然后下跪再度的一个道歉了 但是这回下跪道歉是说呢 期望长根啊 不要对他爸爸不好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乡民们没有办法接受 公民们没有办法接受 开始进行联署 联署让他下台 有破两万人 这样的一个发展了 所以杨老师 我们说这样子 我们刚刚讲到说 他很多事情很好玩的发展就是 我们媒体不想主导事情的发展 但是为什么相关人等都认为说 盘面大了 声音大了 乡民有意见了 于是你看 谈认警方之前被怀疑 到底是没有包庇 那检方动作都非常之快 这让我们看到也是有点不沙沙 我想检方这个动作 基本上也是反映 这个民意的这种诉求 因为在现在这个民意高涨 大家都还在这个 这个非常沸腾的这种情况之下 检方如果不做一个 比较明确的一个动作的话 将来检方可能就会被指责 尤其这个事情 一开始就已经是正确凿 那其实如果检方还要说 还要进行什么调查 然后又把时间拖下去的话 那很可能检方自己 就会变成这个 大家将来指责的一个对象 不过我这里要讲就是说 一开始的时候 他这样子一个否认 或者气势这么甚 然后后来会鞠躬下跪 来做道歉 我认为这其实是 一个个性的这种反应 其实并没有认为 我不认为说是有矛盾的这种地方 因为也就是他这个人 很容易激动 所以他就会去出手 去打人家 那也因为他很容易激动 所以当他发现说 万一给他压力很大的时候 他也会做出一些 我们一般人可能 比较不会去做的那种 夸张的这种行为 比如说这种下跪 去道歉这种行为 所以我觉得他的 这个情绪控管上面 可能是有点问题 如果我是他的话 那如果今天我真的是要想办法为自己脱罪的话 我可能会去看心理医生 那证明就是说 我可能会有什么精神丧失 精神好弱 这样子的一种问题 使得将来我出庭的时候 我可以在刑则上面 可以稍微减轻一点 那至于说提到说 这个医院的这种医生 他们现在诉求 希望之后立法 能够把这样子 对医疗人员的一种 这种攻击的这种行为 把它变成这个公诉罪 我个人是非常的赞成 因为这个医疗人员 他第一线 他的这个执行 他的职务 他的这个压力 或者是他的所承受的这种危险 其实跟这个警察人员是差不多 那既然警察人员 他执行公务 那被受到这种攻击的话 那会变成这个 就是变成公诉罪的话 那我觉得应该也同样 适用于这个医疗人员 给医疗人员比较多了一个的保障 杨老师 你为什么对这个王贵芬的个性 这么的理解 这个我其实认识王贵芬很多年 那时候我们 我在审议会的时候 我们组成一个 我们新党 组成一个审议会党 那时候正好王贵芬 他回国来找工作 那就透过里面的一个 朋友的这个介绍 就到我们审议会党团来 担任我们第一位助理 那其实也是做到后来 我们审议会被解散以后 所以他才回到 比如像媒体 或者其他的工作岗位上去 所以我们认识 从现在算起来 也应该也有 二十几年 二十年左右的这个时间 以前就这样 对 他不会 他这个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可是我觉得他可能是 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然后因为他 跟我们认识的时候 是青春年华 那可能对这个未来 还充满了一些这个 报复或者是希望 那人有报复 人有希望的时候 对自己的行为 就会比较克制 对不对 那后来可能 其实他会失婚 他会没有结婚 其实主要原因也是 我相信也是为了他父亲 他是非常孝顺的一个女孩 父母生病 那时候我们后来 神医会解散了之后 我们自己过去的这些老同事 我们有时候常常也会聚会 那也都邀请他来 一起参加我们聚餐 那大概好几次 大概我印象中 大概五次 大概只会来一次 那大部分的时间 他都跟我讲说 他要陪他父亲 说他要 他要照顾他父亲 所以我想他这样子 是一个情绪的失控 可能也是 平常照顾他父母的这个压力 那最后到了一个临界点 这样爆发出来 那不过打人总是错的 不管说是怎么样 我想这个情绪上的失控 不能作为借口 是是没错 我们想谢老师 其实原来他 现在知道说 他出国读书回来之后 第一份工作 就在神医会的新党党团里头 来做工作 所以现在知道 原来杨老师刚刚在这么早 大概应该有没有二十来年 十几 1995年 1995年 那时候就认识了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 他的媒体工作 然后可能就进入政坛 没有错 我们大家问 其实跟王贵分 一样这样子的状况的 观众朋友们 恐怕也非常之多 大家很多家庭都同样 有这样高龄的父母 有生病的情形 但是你要找谁去打耳光 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 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你是有个名单 而且我们昨天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分析也讲到了 他可以随时进出 这个所谓的家户病房 他可以随时进出 来到长庚护理长的办公室 这回26号再跑到长庚去的时候 就直接要把护士 拉到那个护理长的办公室去 那么他在这里 进进出出 好像驾走咖 非常之熟了 其实长庚在这里 我们不管他 医疗的整个院所当中 也有没有好好把关 没有让他在这里 进行特权去 在不该看 探视的时候进去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他在这里 他的行事风格 一个明代不得了 架子很大 所以在这 什么事都能够行得通 现在最后 连耳光都打得出来 现在是处于一个 完全无法原谅的一个地步 那接下来到了媒体 但是今天真的是 非常之巧合 单议员 媒体的部分 在报社的时候 您跟他同报社 对 我一起跟他 在同一个报社 我那时候在政治组 负责跑立法院 国会的新闻 不过因为 虽然在同报社 可是因为我们在外面 比较多 所以互动的机会 不是那么多 所以他不是记者 我们在立法院 跑新闻的时候 他那时候应该在 报社里面的时间多一点 因为工作上 比较没有直接什么交集 只是常常在报社里面 回去开会的时候 会碰不到 他是主管吗 您说开会出来 所以我们的讲 他就报社记者 是错误的 应该是在社长室吧 我的印象中 如果没记错的话 那我的印象中 他对工作应该也是 蛮投入 蛮认真 就像刚刚杨老师所说的 就是也成如刚主持人 所提到的 每个人在不同的环节 不同的情境 不同的工作压力之下 都有不同的抒压的方式 那作为一个民意代表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更有那个示范的效果 当然因为我们做民意代表 很多单位 很多地方会给我们一些方便 但是越是这样子 我们越要自我约束 反而不能够因为这样 就变成说仗势灵人 或者说因为我是民意代表 所以就怎么样怎么样 很多事情变成想当然了 那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不恰当的一个示范 更何况他这两天 因为他下跪道歉之后 他担心说 院方要好好散戴他的父亲 不要因为他的事情 影响到父亲 其实我觉得这部分 他倒可以不用担心 可以放宽心 因为越是发生这样的事情 院方越会好好照顾他父亲 因为如果这个时候 他父亲在照顾他们 有一些任何瑕疵的话 那院方反而会承担 更大的责任跟压力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 倒是贵分那边可以放轻松 怎么样去好好的面对 这一次脱续的一些行为 诚意的面对社会大众的指责 然后诚意的道歉 把自己的行为做一个调整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 正本清源的事情 所以他才会被批叫矫期 真的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这样讲 我都知道长庚医院 要怎么样原谅他 因为讲到最好 我们在家库病房 接下来要把你爸爸当成 好好照顾的对象吗 所以真的是 太累太失控 不晓得 那如果真的太累 你是该不该休息 那今天伤害了别人 那这个后果你当然 自己要完全来做承担 那这个金兰跟他也交过手 跟王贵芬 对 你们在 对 我在上节目的过程当中 有跟他有几面之缘 他那时候的名字 不是王贵芬 所以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 我只觉得好像很面熟 那后来有相关旁边的人提点 然后更多的那个资料出来 我才知道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给我的名片叫王明源 就是草字头的名 就是喝茶那个名 然后缘分的缘 那我跟他在过程当中 当然因为我们都是上节目 所以他的态度没有说 我看到今天新闻出现的这个状况 但是我必须说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你去看他的背景 刚刚杨老师也说 他一路上的背景 都是高高在上 我必须这样讲 因为你有政党助理 还有这个媒体工作 还有一路上他想要往政治发展这一条路 通常都是人家拜托你 就是那个态度都是不需要你太去弯腰 那这里面就会养成一种状况 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这种状况下 有些特权就变成他觉得他必然的 因为常理来讲 我们今天家里有人生病在医院里 那么大的一个机构体制 我们通常会弯腰 因为你的家里人在人家 讲直白一点 你的家里人在人家手里 那你的态度通常会更谦虚一点 更谦卑 希望你赶快把我治好 然后头弯成 但是你看他这个状况 可能他父母亲大概年纪大 都慢性病 经常性的可能出来进去 可能在这里面 但我觉得他在这里面 一方面今天陈学生帮他出来讲 说他自己一个人 那可能没有换手 那压力很大 但我不是说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应该要出手 那这一路上他的背景 跟他的个性 跟他整个现在所处的一个状况 都让我们看到出 那个打人实在打得太夸张 因为他把他叫到护理长室 然后所有的窗帘都拉下来 那个状况是 像人家那个婆婆要教训媳妇 你知道吗 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 直接拉进来 就是施行动施行 然后可以那么理所 我觉得那个被 这样的报道出来 你会觉得那个民意代表 而且很多人看到新闻 也只不过相待 也只不过相待 觉得你这个乡民代表 你的权力可以这样子行使吗 很多人看了这个新闻 只不过是一个乡民代表 你就做成这样 我觉得那个过程的官微跟嚣张 让大家没有办法理解跟同意 但我长期来台湾社会里面 就是我刚刚讲的 包括政治人物 包括媒体这样的训练 是不是有给太多 你在这里面自以为是 那这里面自以为是的 一直很顺利的过程当中 纵容了他今天的这个这样子 但我相信所有的 不代表是 如果我记忆没有错的话 他这个照顾他父亲 大概差不多有十年 十年以上的时间 他不是说今年 或者是几个月之内 才发生一些病危的这种状况 所以这个长时间的 这种压力的累积 恐怕也是他今天脱续的 这个一个理由 但想说如果没有办法换手 相信有很多的照护的人员 应该在这里可以做一些调整 相信他常常进出医院 医院也不会不给 这方面的资讯的提供 也蛮难能够完全想象 是他真的一个人 从头到尾二十小时 在照顾父亲 这没有人替手 真的是很难的 所以说今天其实 但是不管怎么样 动手就是不对 这该怎么办 因为我们看看 那么多的家庭 恐怕都有长期性的 慢性的病患在家里 那每个人都去找谁动手呢 这是完全完全 没有办法让人接受的 那现在请教这个郭委员 那现在说到 那不可能叫他下来嘛 除非他自己请辞 网友在这里连述 恐怕也是划修 只能这样子吗 所以社会道德力量 在这里没办法做任何的 一个施压的动作 那他就继续做到 明年他的相待任期结束为止 其实他会跟那个 基隆市长有点像 就是说他之后 恐怕他要做选民服务 要召开协调会 我看也没有人敢找他 你知道吧 这个就是一种选民的惩罚 那比如说他敢选吗 搞不好他本来明年 还想选议员也有可能 那现在可能全部都没有了 特别是明年 包括相待都没有了 对 那这个就是最大的惩罚了 那当然我们现有的法律 他是不是会构成伤害罪 还不知道 也还不一定 因为伤害罪 基本上还是被打嘛 所以我觉得伤害罪会不会成立 我想至少会有赔偿 那那个也是惩罚 所以我觉得还是 还是会有相当的惩罚 你也不能说都没有 不过这里面只有我不认识他 我觉得 我觉得他让人家最不能接受的 那个情绪的部分我不在意 是从头到尾 他都没有面对真正的问题 其实戴琪琪刚刚讲的最对 你这本金元道个歉 向护士说对不起 你扯你爸爸干嘛 他前面再否认 是 所以你都没有面对真正的问题 这个才是让人家 他讨厌他的地方 就完全无法接受的地方 贞结在这里 人家说他在这个媒体圈 或在政界打滚这么二十来年 但这个部分完全没学会吗 还是其实没办法 我们看到所有的民意代表 所有大机构 我们大大最近讲的 食品安全的问题 那么大的卫权等等的机构 哪一个不是出来都推给别人 这是社会的风气 应该这样子吗 我们待会来 继续来看到说 好 那关于这样的民意代表 出现之后 那接下来大家投票以后 要怎么办 怎么样认真投票 投出这样的一个民意代表 那么这个王贵芬 现在的状态 还有接下来 他还又继续 还要做些什么 我们待会再来好好讨论